欢迎各位收看,欢迎新闻 到底来关心电影的大小书 脱口北公虽然是较尊敞的所在 但是刷开了一间点心点 总和看起来清楚跟比较同样 其实是自于家庭住户 许丽娜所开的 因为经常是有家庭做着的过程 以及仅仅仅仅仅仅幸福的母义 所以在处理的人积极之下 来开到这间店 里面的点心对材料三地和完成 都是以用心製作 希望大家吃到它的点心是有幸福的效用 随随的中红让人感觉心情就比较轻松 脱口北公的鸡仔路口有开一间点心店 这是许丽娜因为对主持人的热情 她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幸福的母义 收开的店面 将来不然是有买好吃的东西 也会她某某的爱心 其实就是开一家店 其实我当初想的很简单 可是你在制作的当中 你就会越来越 就一直在做改变 我很喜欢煮东西 然后煮它每一个东西 每一个阶段的味道完全都不一样 我是真的享受那个味道 很甜很甜的味道 我觉得甜食就是一种幸福的味道 其中点来的招牌就是非常特别的蜡蜂味 所以放的糖比一般在外面买较少 更加上来摸皮清香味 就让这些特别的甜味再带出来 像它的就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柠檬蜜地瓜 就是很特别 它用柠檬比较不会像外面卖的那么死甜 像外面卖的就是蜜地瓜 就是用糖包覆的那种很甜 就是你一定要配其他东西才吃得下 像这种蜜蜜蜜地瓜是不会很吃 可是会有地瓜的香味出来这样子 另外一个绝对不可以吃过的就是姜之壮奶 这可是许丽娜自己陶陶的研究 所调出的好处味 这个研究成功前前 它可是饮了很多次演品 姜的蛋白美药高 就是老姜 然后牛奶必须它是那个 主脂肪也要比较高的牛奶 然后最主要这个条件都OK的 就是牛奶的温度 我当初我也是喝了很多的 不成功的 因为成功的话叫姜之壮奶 不成功叫姜之牛奶 这些点心都是许丽娜自己一个人亲手做的 她用着真意的爱心 希望在买工这个地方 可以带给客户不一样的感受 好好享用幸福的温度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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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谢谢大家